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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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讲了 神台,风水的重要性 你要安好神位 一定要注意如何安 很重要 想说,安好神位 是祖先排位 首要注意的是天时 地利,人和 三方面的配合 什么叫天时呢? 神众的选择一个良尘 吉日来安神位 以祖先的牌位 祭时的日子 打开日历 今天可以拜祭 那天正来安 叫天时 选择我们家里适合的方位 或者主家的吉方位 来安神位 以及祖先位 就是你的财位 你家里的家中 要选一个是属于财位 来安 人和就是选择以慈基有缘的 有感应的神 或者佛菩萨 或者可以请老师 或者家中的长辈 去做完整的安神位 和祖先牌位的仪式 就是三个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 神明祖先的齐共 左遵由悲 神明的守礼节 就是说我们安的位置 一定是坐对的 所以家中同时 供奉神明 以祖先的时候 作必施 分出尊卑的礼节 从古至今 就是龙、尊、虎、卑 至于如何分龙和虎边 就以神明座向的为准 好像我们这一幅是长辈 对吧 神明是坐在这里 左手就是属于龙 龙边 龙边就是主可安神 佛菩萨 右手边就是虎边 只可安祖先 就是以这幅辈为主 为准 不是由你所看的为准 你知道吗 不要够错了 就有人这样安错了 有人请我去看房子 为什么祖先放在这里 就是准备不分 你知道吗 所以家庭的运程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安错了 记住 左手就放神 或者是佛菩萨 右手就放祖先 所以神像应该在左 祖先应该在右 以神明的高度 必须要比祖先的牌位高 大家看看这个是神桌 你的神像可以坐上这个 祖先向这里矮一点 或者低几寸 总之矮矮就对了 或者有时候你的桌是便宜的 没办法 你的神位只要跌高一点 祖先的位置自然就放平了 他就等于神高祖先低 有时候有些东西买的神桌 当时请的是便宜的 便宜的 没有跌一级 或者有些东西是神桌 神桌还是神桌 宁围有一个桌是祖先的 其实是把祖先放在一起的 香楼的摆放方法 神明的路向前一点 而祖先的路 退后多少 就会分出准备 意思就像这样 看到没有 神明的香楼前一点 祖先的香楼入一点 如果你放两个平平 或者祖先的香楼太出头 就叫什么 跌楼 抢了神明的香火 明白吗 所以你们的财运就不开了 家庭得不到平安 还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的楼 神明的楼一定是前一点 所以说这里 大家知道 可以分得出来 如果不是有抢奴之 奪钱的意思就是 家里的儿女的钱比父母大 所以很多就变成了 爸爸妈妈 经常说的 子女都不听话 因为钱比你更大 所以说的 你不听话 就安错了 变成了 寻致了这个慈祥出现 所以 为什麽 你们的子女 说也没用 他顶你 他不会尊重你 如果有些新屋 开始爱安你的神明 你选择了一个适合你的方位 来安 就等于说 这幅是爱安神明的墙壁 对吗 还有神台 对吗 首先 你有淨化 就好像说 你买的盐宝 金银 对吗 大章 爱安之前 这幅墙一定会淨化 就好像说 你烧的盐宝 点着了气 有火 就像这样 静化 神台 因为有很多人摸过 这个墙壁装修之前 很多人的气场 或者装修的工人 情绪不太好 验痕迷怨 他的气会坠在那个墙上 因为你没有淨化气 或者这个神台做的工人 情绪不太好 你不知道你买一个神台 不干净 有了气 怨气 在那里 所以你用那些盐宝 就烧了去 或者整个台底 一同气 就去 谈一谈气 明白吗 你可以做了之后 你可以点一些藤香粉 点着 沉香的藤香 或者我们有些好的香 点着了 拿去分 整股壁 和它分一分 静化了 就是没有那些坏气 没有那些不好的气 在那里 因为这个位置 是很盛重的 是被神明错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做到功功敬敬的 不要求求其其的 随随便便的做 明白吗 所以附带告诉你 你看看 龙怕臭 虎怕吵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叫做龙边 不可以有垃圾桶 这里是虎边 所以说龙边 一定要保持 干净整齐 如果此次有垃圾桶 或者植物之类 很多植物在那里 会影响你的云世 和你的事业 对家中的男性的影响很大 总之神明的位置 不可以放垃圾桶 不可以放很多植物 在他的位置靠近忌 否则你的云情不开 有时弟弟玩完了 可以放垃圾桶 不要扔向你的前面 他会阻止你们的云情 所以这些 你们想要供奉神明 自己便知道 要收拾好 虎边就是怕吵 电视机 或者音响 不要放在这个位置 吵自己 所以神明也不能安稳 所以你的财运不开 所以虎边不能放大型的电器 凡之便容易产生意外 血缸之灾 或者车祸 或者受伤 跌倒 被膽倒 又会出现 即之后 所以不可以 过意紧迫 虎边过意紧迫 容易造成 迫虎双形的格局 打个比例 这个龙边 这是虎边 所以虎边 你不能太近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是你的长臂 对不对 你的神台 不要迫到那么近 就是你的虎很迫 所以你离开多少 正式计算 这边一定是长 这里一边短 这里是一格半尊 这里是两格半尊 就是这个长 明白吗 所以你的神台 摆在这个方式下 龙边的位置 很长一点 腎边的位置 短些 但不可以太迫 太迫就叫 迫虎 所以你就会陈生 不好的事情发生 理外 明白吗 所以一定有距离空间 所以你可以拿尺 量量量量量量 所以神位的位置 安好 可以用你的魂 开魂 高星 神台前面有名堂 背后也叫扣 背后有扣 但是不可以扣枪 扣枪的财位就散了 一定是实场 神位的前面就叫命堂 命堂就是财位 一定不可以有那么多东西阻止他 所以说后面有扣就代表有贵人相助 后面如果没有扣就没有人相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